撒迦利亚书第一章 大黎巫王第二年八月 耶和华的话临到异多的孙子 比利家的儿子撒迦利亚先知说 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大发烈怒 所以你要对众民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转向我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我就必转向你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那样 从前的先知呼唤他们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回转 离开你们的恶道和恶行 他们却不听从 也不理会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 那些先知能永远活着吗 然而我吩咐我的仆人众先知的话与条例 不是以报应在你们的列祖身上吗 所以他们就回转说 万君之耶和华定义按着我们所作所行的 对付我们 他已经这样行了 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 就是戏罢特约 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一多的孙子 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 实情如下 我夜间观看 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 站在地窝地上的石榴树中间 在他后面还有些红色 绿色和白色的马 我就问 我主啊 这些是什么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我会指示你这些是什么 那站在石榴树中间的人回答 这些就是耶和华所差遣在遍地巡逻的 那些骑士回报那站在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使者说 我们已经在遍地巡逻 看见全地都安定 一片平静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不怜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镇 要到几时呢 这七十年来 你一直恼怒他们 耶和华就用蛮有恩慈和安慰的话 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你要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为耶路撒冷和西安心里充满嫉恨 我向那些安逸的列国大大恼怒 因为我只是稍微恼怒我的子民 他们却加深他们的祸害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怀着怜悯的心回到耶路撒冷 我的殿必在城中重建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绳子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你要再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城镇必在昌盛繁荣 耶和华必在怜悯喜安 必在拣选耶路撒冷 我又举目观看 看见有四个脚 于是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这些是什么 他对我说 这些就是把犹大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赶散的脚 耶和华又使我看见四个匠人 于是我说 这些人来做什么 那天使回答 他们就是把犹大 赶散的脚 以致没有一人可以抬起头来 但这些匠人 要来惊吓列国 打掉他们的脚 这些列国 就是曾经举起他们的脚 攻击犹大帝 把犹大帝的人赶散的 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我又举目观看 看见一人手里拿着凉渡用的绳子 我问他 你到哪里去 他对我说 我要去凉渡耶路撒冷 看看有多宽 有多长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离去的时候 另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 对他说 你快跑去告诉那年轻人 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像没有城墙归陷的田野 因为城中的人和牲畜很多 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 和城中的荣耀 嗨 嗨 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过去曾把你们分散在天的四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说 嗨 与巴比伦的居民同住的喜安的人民 逃跑吧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得了荣耀之后 他差遣我去攻击那些截掠你们的列国 因为凡触摸你们的 就是触摸他眼中的同仁 看呐 我要向他们挥动我的手 他们就必成了自己奴仆的略物 这样你们就知道 万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 喜安的居民啊 你们要欢呼快乐 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到那日 许多国家要归附耶和华 做他的子民 他要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就知道 万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到你们那里去 耶和华必在得着犹大做他在圣地的夜份 他必在拣选耶路撒冷 全人类都当在耶和华面前宿敬 因为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了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耶和华又使我看见大祭司 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约书亚右边控告他 耶和华对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斥责你 那拣选了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斥责你 这个人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那时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使者的面前 使者吩咐那些势力在他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看啊 我已经除去了你的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礼服 我说 你们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又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那时 耶和华的使者 正在旁边站着 耶和华的使者 劝诫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吩咐 你就必治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院子 我必赐你特权 可以在这些势力 在我面前的使者中间自由出入 大祭司约书亚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众同伴都要听 他们都是预表将来歧视的人 我必使我的仆人 就是大卫的苗翼出生 看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 在这一块石头上有七眼 看啊 我要亲自雕琢这石头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 在一日之内 我要除去这地的罪孽 到那日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个人要邀请自己的灵舍来 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回来唤醒我 我好像人在睡眠中被人唤醒一样 他对我说 你看见了什么 我回答 我看见一个金灯台 整个是金的 顶上有一个盆子 并有七盏灯 顶上的灯有七个灯嘴 盆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右边 一棵在左边 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我主啊 这些是什么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 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我主啊 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对索罗巴伯所说的话 不是倚靠权势 不是倚靠能力 而是倚靠我的灵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大善啊 你算的什么 你在索罗巴伯面前 必宜为平地 他必安放那块平顶的石头 必有欢呼的声音说 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索罗巴伯的手 奠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这样你就知道 万军之耶和华 差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 谁藐视这日子 以为所做的是小事呢 他们看见索罗巴伯手里拿着侧锤 就必欢喜 是耶和华的这七眼便查全地 我又再问那天使 在这灯台左右的两颗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我又问他 在两根流出金色油的金管子旁边的两颗橄榄枝 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我 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我主啊 我不知道 他说 这是两位受高者 是服侍全地之主的 撒加利亚书第五章 我有举目观看 看见有一卷飞行的书卷 他问我 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我看见一卷飞行的书卷 长十公尺 宽五公尺 他对我说 这是向全地发出的咒诅 凡偷盗的必照着书卷这面所写的被清除 凡其假事的必照着那面所写的被清除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使这书卷出去 进入盗贼的家和指着我的名其假事之人的家 这书卷必留在他的家中 要把他家里的木料和石头都毁灭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出来对我说 你要举目观看 看看这出来的是什么 我说 这是什么 他回答 这出来的是个凉器 他又说 这是他们在全地上的罪孽 看哪 凉器的圆形千盖被揭开 有一个妇人坐在凉器里面 天使说 这是罪恶 然后他把那妇人植回凉器中 又把那千盖丢在凉器的口上 我又举目观看 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 他们有翅膀 好像灌鸟的翅膀 他们的翅膀之下有风 他们把那凉器抬起 抬到天地之间 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他们要把凉器带到哪里去呢 他回答我 要在试拿地 为那凉器建造房子 房子预备好了 就在那里把他安放在他自己的地方 《撒加利亚书》第六章 我又举目观看 看见有四辆战车从两座山中间出来 那两座山是同山 第一辆战车套着红马 第二辆套着黑马 第三辆套着白马 第四辆套着有斑点的马 这些马都很雄壮 于是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我主啊 这些是什么意思 天使回答我 这些是天的四风 是从势力在全地之主面前出来的 套着黑马的车出来 往北方之地去 套着白马的车出来 跟在他们后面 套着有斑点的马的车出来 往南方之地去 这些雄壮的马出来 切望在全地走遍各处 天使说 你们去吧 只管在全地走遍各处 他们就在全地走遍各处 他又呼唤我 对我说 你看 那些出来往北方之地去的 已经在北方之地 使我心灵的愤怒平息下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从黑代 多比亚和耶大亚手中 收取被掳的人奉献的金银 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 你要即日去 进入西方亚的儿子 约西亚的家里 你要拿这金银来做冠冕 戴在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的头上 告诉他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有一个人名叫大卫的苗义 他必从自己的地方生长起来 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必建造耶和华的殿 必得尊荣 他必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 又必在他的宝座上做祭司 使两者之间和谐共济 这冠冕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给西连 多比亚 耶大亚和西方亚的儿子贤做纪念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 你们就知道万君之耶和华拆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留心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话 这是必定成就 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大力物王第四年九月 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 那时 伯特利人拆派了沙利色 利坚米勒和他的随从 去恳求耶和华施恩 他们询问万君之耶和华店里的众祭司 以及众仙之说 我们还要在五月哭泣和禁食 向我们这许多年来所行的吗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告诉这地的人民和祭司说 这七十年来 你们在五月和七月禁食哀哭 岂是真的为我禁食呢 你们吃 你们喝 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 为你们自己喝吗 这些话 耶和华不是曾借着 从前的先知宣告了吗 那时 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镇都有人居住 很是兴旺 南地和高地都有人居住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 万君之耶和华 曾这样告诉你们的列祖说 你们要执法公正 个人要以慈爱和怜悯 带自己的兄弟 寡妇 孤儿 寄居的和贫穷的 你们都不可欺压 也不可各自心里图谋恶事 陷害自己的兄弟 但他们不肯听从 反而硬着景象 充耳不闻 他们使自己的心刚硬如金刚石 不肯听从律法和万君之耶和华 借着他的灵 透过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 因此万君之耶和华非常愤怒 我曾呼唤他们 他们不听 照样将来他们呼求我 我也不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我用旋风把他们吹散到他们不认识的列国去 他们留下的地就荒凉了 以致无人来往经过 因为他们使着美好之地变为荒凉了 撒加利亚书第八章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十分热爱习安 我为习安大发烈怒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返回习安 住在耶路撒冷里面 耶路撒冷必称为信使之城 万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年老的男女必在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他们因为年纪老迈 个人都手拿拐杖 城里的街上 必满了男孩女孩 在街上嬉戏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那些日子 这是在这余生的子民眼中被视为不可能的奇迹 在我眼中也视为不可能吗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从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拯救我的子民 我要把他们领回来 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也要凭着信实和公义做他们的神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万君之耶和华的殿 殿立了根基 预备建造的日子 你们这些在当时听过众先知亲口宣告这些话的人 现在你们的手物要刚强 因为在那些日子以前 人做工是没有工价的 牲畜也是这样 并且因有敌人的缘故 人出入就没有平安 我也使众人互相攻击 但现在我带这些余生的子民 必不像从前的日子那样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五谷必生长繁茂 葡萄树必结果子 地土必出土产 天也必降下甘露 我要使这些余生的子民承受这一切 有大家和以色列家 你们从前在立国中成为可咒诅的 将来我要拯救你们 使你们成为赐福的器皿 你们不要惧怕 你们的手物要刚强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的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 我曾定义降祸在你们身上 并没有改变心意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照样 在这些日子里 我定义恩待伊路撒冷和尤大家 你们不要惧怕 你们应当行这些事 你们个人要与灵舍说真话 在你们的城门口 要凭着诚实和公正施行审判 你们个人不要心里图谋恶事 彼此陷害 也不可好奇假释 因为这些都是我所恨恶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四月的禁食 五月的禁食 七月的禁食 和十月的禁食 都要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 和欢乐的节期 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将来还有万族的人 和多个城市的居民要来 一城的居民到另一城去 对他们说 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施恩 求告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自己也去 必有很多的民族 和强大的国家前来 在耶路撒冷求告万君之耶和华 恳求他施恩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那些日子 必有十个说不同方言 来自列国的人 仅抓住一个犹大人的衣经说 让我们与你们同去吧 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 撒加利亚书第九章 以下是耶和华的末世 耶和华的话 临到哈德拉地 落在大马士革 世人的眼睛和以色列各支派 都仰望耶和华 又临到大马士革边界的哈马 还有推罗 西顿 尽管他们有极大的智慧 推罗为自己建造了堡垒 堆积银子 多如沉沙 几具金金 多如街上的泥土 看哪 主必夺去他的一切 摧毁他海上的势力 他必被火吞灭 雅石基伦看见了 就必害怕 加萨看见了 也必非常痛苦 以格伦因失去盼望而蒙羞 加萨的王必灭亡 雅石基伦必不再有人居住 混杂的种族必住在雅石图 我必除掉非利式人的骄傲 我必除去他们口中的血 和他们牙齿间可赠之物 余生下来的人 要归于我们的神 像犹大的一族 以格伦人 也必像耶布斯人一样 我必在我的家四围安营 不容敌军出入往来 欺压人的 不能再侵犯我的子民 因我现在亲眼看顾他们 西安的居民啊 要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应当欢呼 看呐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 他是公义的 是得胜的 他又是温柔的 他骑着驴 骑的是小驴 我必从以法连除掉战车 从伊路撒冷除掉战马 征战的功必被除掉 他要向列国宣讲和平 他的统治权 必从这海延伸到那海 从右发拉底河直到地极 西安啊 至于你 因着我与你立约的血 我把你中间被囚禁的人 从无水的坑里释放出来 你们被囚仍有盼望的人啊 要归回保障 今天我要宣告 我必加倍补偿给你 我把犹大做我手上拉开的弓 把伊法连做我弓上的剑 西安啊 我必激动你的重子 去攻击希腊的重子 我必使你像永世的刀剑 耶和华必在他子民头上显现 他的剑必像闪电一般射出 主耶和华必吹起号角 撑着南方的暴风而行 万军之耶和华必护卫他们 他们要用投石器 投石脱灭和制服敌人 他们必喝血 并且宣让 像喝醉了酒一样 他们必像献祭用的碗盛满了血 又像祭坛的脚沾满了血 到那日 耶和华他们的神必拯救他们 待他的子民好像羊群一样 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 闪耀在他的地上 他们将是多么的善 多么的美 五谷和新旧使少男少女生气蓬勃 撒加利亚书第十章 在春雨的季节 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 耶和华闪发雷电 给人降雨 使个人的田地生长蔬菜 因为偶像所说的是空盐 占卜者所见的是虚晃 他们所说的是假梦 只给人空洞的安慰 因此众人都如羊没有牧人 流离困苦 我的怒气要向这些牧人发作 我要惩罚那些公山羊 因为万坚之耶和华 眷顾他的羊群尤大家 使他们向战场上 雄啾啾的战马 仿角石 掌棚庄 作战的工 和所有的统治者 都从尤大而出 他们必像勇士 在战场上把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 他们必征战 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他们必使敌方的骑士羞愧 我要使由大家强盛起来 我必拯救约瑟家 我要使他们归回 因为我怜悯他们 他们好像未遭我弃绝一样 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必应允他们 以法连人必像勇士 他们心中快乐 好像饮了酒一样 他们的子孙看见了 也必快乐 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欢乐 我要向他们吹哨子 招聚他们 因为我救赎了他们 他们的人数要增多 像从前一样 虽然我把他们散播在万民中 他们仍要在远方纪念我 他们与他们的子孙都要存活 并且归回 我要使他们从埃及地归回 从亚述地招聚他们 带他们到激烈地和黎巴嫩山 却仍不够容纳他们 他必经过苦难的海 击打海中的波浪 尼罗河的深处也都要干涸 亚述的骄傲必降为悲 埃及的权势要过去 我必使我的子民因耶和华而强盛 他们要奉耶和华的民行事为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 黎巴嫩啊 敞开你的门户 好让火吞灭你的香薄树 松树啊 哀嚎吧 因为香薄树已经倒下 雄壮的树木都毁坏了 巴山的橡树啊 哀嚎吧 因为茂密的树林被砍下来了 听牧人们哀嚎的声音 因为他们荣美的草场毁坏了 听少庄狮子吼叫的声音 因为约旦河边的丛林毁坏了 耶和华我的神这样说 您要牧养这将被宰杀的羊群 那些买了他们的宰杀他们 也不算为有罪 那些卖他们的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我成了富足的人 他们的牧人并不连续他们 因此我必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我把他们个人交在他的灵舍和君王的手中 他们必摧毁这地 我必不救这地的居民脱离他们的手 于是我牧养这将被宰杀的羊群 就是羊群中最困苦的 我取了两根杖 一根我称为恩宠 另一根称为联合 这样我就牧养了羊群 在一个月之内 我除灭了三个牧人 我的心厌烦他们 他们的心也讨厌我 我就说 我不再牧养你们了 那将要死的让他死吧 那将要被除灭的让他被除灭吧 那些余生的让他们彼此吞食对方的肉吧 然后我拿起我那根称为恩宠的杖 把他折断 表示要废除我与万民所立的约 那约就在当日废除了 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群 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我对他们说 你们若看为美就给我工资 不然就算了 于是他们称了三十块银子做我的工资 那时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把银子丢给陶匠 那银子就是他们认为我应得的高价 我就拿了那三十块银子 在耶和华的店里丢给陶匠了 我又折断那称为联合的另一根杖 表示要废除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手足之情 耶和华又对我说 你去取愚昧牧人的装备来 因为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 那些快要丧亡的他不看顾 失散的他不寻找 受伤的他不医治 强壮的他不喂养 他却要吃肥养的肉 撕掉他们的蹄子 那丢弃羊群的无用牧人有祸了 愿刀剑落在他的绑臂和他的右眼上 愿他的绑臂全然枯高 愿他的右眼完全失明 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 以下是耶和华的末世 这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的话 耶和华的宣告 他铺张诸天 奠定大地的根基 造成人里面的灵 看哪 我要使耶路撒冷成为令周围万族喝醉的杯 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犹大也必受到攻击 到那日 我要使耶路撒冷对万族来说 像一块沉重的石头 举起他的必受重伤 地上的列国 必聚集起来攻击耶路撒冷 到那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击打所有的马匹 使他们惊恐 击打骑马的人 使他们疯狂 我必开眼看顾犹大家 我要击打万族所有的马匹 使他们瞎眼 那时犹大的族长 必心里说 耶路撒冷的居民 靠万军之耶和华 他们的神得着力量 到那日 我必使犹大的族长 好像木柴中的火盆 又好像河捆中的火把 他们必向左右 吞灭周围的万族 但耶路撒冷的人 必仍在城中远处安居 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 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 到那日 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中间最软弱的 到那日 必好向大卫 大卫家 必好向神 好像行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使者 到那日 我必歼灭所有钱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 我必把那恩慈与恳求的灵 倾注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身上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赐的 他们要为他哀哭 好像丧独生子 他们必为他悲痛 好像丧长子 到那日 耶路撒冷必有极大的哀哭 像在米吉多平原的哈达林门的哀哭一样 全地都要哀哭 一家一家 独在一处哀哭 大卫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拿丹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历卫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世美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其余的各家 都是一家一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 到那日,必有一个全员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 洗除他们的罪恶和不解 到那日,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从这地除掉偶像的名号 他们不再被人纪念 我也必从这地除去嫁先知和污秽的灵 如果有人再说预言 他的亲生父母必对他说 你不该活着 因为你奉耶和华的名说谎 他说预言的时候 他的亲生父母必把他赐死 到那日,假先知说预言的时候 每一个都必因自己所论的意向而羞愧 他们必不再穿瘦毛衣服欺骗人 那时他必说 我不是先知,只是耕地的人 因为我自幼以来,就被卖为奴 如果有人问他 怎么在你胸口上有这些伤痕呢? 他就必回答 这些是在爱我的人家里所受的伤 刀剑啊!醒来吧!攻击我的牧人,我的同伴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 我也要转过手来,攻击小羊 全地的人必有三分之二被除灭 只有三分之一存留下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这三分之一精火试炼 我要炼净他们,像炼净银子一样 我要试炼他们,像试炼金子一样 他们必呼求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 我要说,他们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 看啊!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人要在你中间分取你的略物 因为我必招聚列国与耶路撒冷作战 城必被占领,房屋被抢掠,妇女被强奸 城中的居民必有半数被掳去 剩下的人民必不会从这城里被剪除 那时,耶和华要出去,与那些国家作战 像他以前在战争的日子作战一样 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对着耶路撒冷 在东面的橄榄山上 这橄榄山必从中间裂开 由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你们要经由我的山谷逃跑 因为山谷必伸展到雅萨 你们要逃跑,好像在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 耶和华我的神必来临 所有的圣者都与他同来 到那日,必没有光 寒冷和眼霜 那将是独特的一天 只有耶和华知道 那天不再分白昼和黑夜 因为在晚上仍有光明 到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 一半流往东海,另一半流往西海 冬天、夏天都是这样 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 到那日,人人都承认 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 都要变成平原 但耶路撒冷仍必欲然耸立 从碧亚敏门到第一门的地方 到脚门,又从哈南夜楼 到王的榨酒池都在远处 城中必有人居住 必不再有毁灭的咒诅 耶路撒冷的人必安然居住 这是耶和华用来击打那些 与耶路撒冷征战的万族的灾疫 他们双脚仍然占地的时候 他们的肌肉必腐烂 他们的眼球必在眼眶里腐烂 他们的舌头必在口腔中腐烂 到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慌乱 他们个人互相抓住对方的手 并举起手来互相攻击 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 四维列国的财物都必被收据起来 有极多的金子、银子和衣服 照样,像这类的灾疫也必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在营中的一切牲畜身上 所有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 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并且守住彭节 地上的万族中 凡是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的 就必没有余降给他们 埃及族若不上来参加 就必没有余降给他们 这就是耶和华用来击打那些不上来守住彭节的列国的灾祸 这就是埃及的刑罚 也是所有不上来守住彭节的列国的惩罚 到那日 马的铃当上必有 归耶和华为胜这句话 耶和华店里的锅 必好像祭坛前献祭用的碗一样 耶路撒冷和犹大所有的锅 都必归万君之耶和华为胜 献祭的 都必来取这些锅 用来煮祭肉 到那日 在万君之耶和华的殿中 必不再有商人 这些锅